是的 马来西亚前锋报顶刊 大马半岛新闻从业员职工会 及部分媒体启动筹款活动 希望能缓解前锋报基层员工的停职压力 社会保险机构发文告列出几项措施 协助失业的职员 文告指出人力资源部将透过涉嫌机构 和前锋报管理层讨论 协助该报职员申请及加速通过就业保险计划 好让他们在停职后的三到六个月之内 享有集薪30%到80%的失业援助金 涉嫌机构也准备为他们安排培训课程 以提升他们的技能接轨工作市场 接受培训期间 涉嫌机构将提供他们每一天 10到20令吉的生活津贴 实际上,西美蘭中的努力方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